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在做工具 像我旁邊做工具 他的震動 都會引用魚的成長 還有第二點 他們抽水 先說他的地下水 有時候抽到水 在燒很快 就是大家都在燒 水在燒會不會那麼快 你現在旁邊沒有水 辣椰有水 水燒很快 所以你如果說沒有浪費 有時候就沒有水向吃魚了 畫大餅那麼大塊 魚店公升 我也好高興 說真的 我很想 很響應政府的一定功勢 重點 是不是能夠實現 說真的 這個是在我心裡 出的一道陰影 這輝民沒有人反對 開發電力 風電也好 太陽靈電也好 我們沒有反對 我們怎麼有反對 問題是你操作我們的土地 這個土地是我們的母親 你都不是說的 這個土地是台灣人生存的老母 但是 你們有照顧到人的生存正義嗎 完全沒有 人民跟你認真 你若是有照顧到佩生 若是有照正義在走 改動可以做的 讓你們做 改動不可以做 你不能做 你不是你放在家裡走 可以做 你如果要做 不可以做 你如果要做 這就是現在的 很嚴重 明明就是養殖用地的 鹹水餘溫 怎麼亂寫不適耕種呢 暫緩開發 或是不宜開發 不宜開發喔 各位可以看看 這個基裝 每一根的基裝 都是打到岩盤底下 那岩盤底下打了 打破了地下水層 上來以後 整個餘溫的養殖 水 的鹽度 就改變了 那改變以後 恐怕將來 虱目魚的價錢是回不去的 你也再也吃不到 很便宜的虱目魚 你看看看 魚店共生 這基裝一打 我魚溫裡面 養的那麼一大票的魚 我請問你 能補撈嗎 以前 你在對頭 我在這裡頭 我們中間幾個人 把魚網 從北往南撈 我們一次可以補了幾千斤 現在 這個基裝一打在裡面 你一次只能補到幾斤 所有的虱目魚 所有的養殖 所有的魚類蝦類 養殖成本全面提升 這不是魚電共生 這就叫做 魚死 電升 這就整個 我們核能政策 能源政策 你走偏了 一個錯誤的政策 但是你對於 後面的再生能源 對於綠能 對於風電 對於太陽能 所有的漁民農民 我們問過了 沒有一個 反對太陽能 可是 我連最基本的居住正義 我連最基本的生存 都被你剝削了 你還有什麼正義可言 今天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 每一根根的基裝 打在圓盤上 其實就是打在我們台灣 最底層農民跟移民的心上 執政的政府 你聽到了嗎 你看到了嗎 創寂 明天 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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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佛